记者陈魏慈新北报道 最坏示范 新北市一名红杏女子带11岁女儿去逛美市大卖场好事多 涉嫌将购买商品塞进卖场看中的后背包及女儿膝带的背包中 紧结账物带卫生纸 被抓包时便称忘老结账 新北地院日清一切道罪 判她有期徒刑3月得一颗罚金9万元 红女女儿则交付法定代理人严加管教可上诉 判决指出去年7月 红女带着女儿到好事多中和分店购物 母女在卖场选购了牛嫂牌烧烤片 刮胡刀剪刀拍力的相机两台香蕉牛奶 如此蓝色后背包等商品价值共8000多元 红女女儿并以剪刀剪开一组拍力的的包装 红女将商品塞进如此蓝色后背包 及女儿的粉红背包内结账时 并将如此蓝色后背包背在身上 紧结账物带卫生纸 成功骗过收银人员 但不出卖场先被卖场人员察觉 有意报警处理 听讯时 红女否认行限 便称买了卫生纸 购物车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才把其他商品放在蓝色后背包中 但结账失望了 女儿剪相机包装 可能是为学习倒垃圾 有给女儿2000元结账 要她自己付粉红背包中的商品 但她说要上厕所 也忘记结账 法官认为卖场购物车 分有上下层 置物空间大 足以放下红女偷取的商品 因此不采信息便辞判 她有罪 她有罪 是托事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